大家好 欢迎来到饭饭家菜 我们今天要来做鲁鱼味噌烧 因为嘉义这里有邱家兄弟 他们自己养殖的鲁鱼 这次鲁鱼已经养了两年了 它的风味一定会非常的甜 那因为我还有嘉义新来源酱油的 他们做的白味噌 所以我就想有新来源的酱油 有他们做的味噌 那么还有嘉义这里当季的白芦笋和绿芦笋 所以我想要把它做成非常漂亮的燕颗菜 鲁鱼味噌烧 我们开始吧 那现在呢 这个芦笋我已经都去皮去好了 可以看到 那么一开始呢 鲁鱼你最好就 你要先用盐巴把它腌一下 它可以去软化它的一个肉质 大概让它腌个20分钟 那这道菜叫做鲁鱼味噌烧 所以味噌的酱汁就是这道菜的灵魂之一 那么我需要的是用这边馅来源酱油的白饮油 然后还有这里的白味噌 那么我们要把它调在一起 因为我今天的鲁鱼是很大片 所以我的味噌我就用多一点 那因为这个白饮油已经有非常天然的豆香跟甜味 所以我就不再加糖了 那么我想加一点味醂 可以加一点米酒跟清酒 可以在等待那个腌鱼肉的时间里面呢 就把酱汁给调出来 好 我们的主角之一 我们的酱汁调好了 那么现在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处理味噌烧里面 我想用的芦笋 这个芦笋非常的鲜嫩 所以我想要保持它原来的味道 所以我就用橄榄油很简单的 把它用一种比较煎烤的方式来处理它 我今天用的是白芦笋跟绿芦笋都有 如果你在市场有看到绿芦笋的话它更稀有 那你更不要抽搏 把绿芦笋白芦笋跟紫芦笋一起做的话 当然那个蔬菜盘看起来就会更顶致 现在呢传出来了那种芦笋的类似坚果的香气喔 我要来撒一点 让它撒一点点盐就好 因为等一下它会跟鲁鱼的味噌的酱汁融在一起 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的盐吧 当然我还是因为这里有周南盐上有非常好的双盐 所以我们来加一点 好那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芦笋 白色跟我们的芦笋已经好了 我要把它盛盘 把芦笋把蔬菜给做好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就要来煎鱼排了 那我们今天的鱼肉呢它比较厚喔 那所以你要煎它的时候你要有耐心要顾一下 好那一开始我们先从鱼皮开始 这一面开始煎 哇 这个鱼肉我觉得比牛排还好吃 一条养了两年的鱼 非常棒喔 酸菜它的肥还有它的油都非常的完美 哇它这个鱼鱼真的是肉非常的细非常的软 那现在因为我已经翻面过来了 鱼肉其实已经八九分熟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下我们调好的 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味噌的酱汁去烧它喔 好 这个时候你要小火喔 要很小的火喔 盖起来让这个酱汁焖一下 我们的味噌的酱汁已经收汁了喔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洗锅了 铺整厚厚高高的白乳笋跟绿乳笋 然后鱼肉非常细致高雅的鱼排 现在鱼鱼味噌烧做好了 开动吧 它是因为在雨水这个冰水的温度对它来说 它做不了 不动了 重点 充呢 at 雨水 愈 是 饭 正